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枪手一号晚间闯入孟加拉首都达卡大使馆区一家餐厅 挟持了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多名人质 经历十个小时的对峙和强攻后 孟加拉警察击毙了六名枪手活捉一人 两名警察和二十名人质不幸遇难 死者大部分是日本及意大利人 他们都是遭到恐怖分子以戾气残忍杀害 孟加拉首都达卡星期五晚间发生武装分子挟持人质事件 八到九名枪手拿着冲锋枪和手榴弹 闯入当地一家高级餐馆随即就朝空中开枪 并挟持了35名人质 挟持人质事件发生后大量反恐特警和士兵赶到现场 和枪手猛烈交火 期间传出多响枪声和爆炸声 两名警员分别被子弹及手榴弹碎片击中而殉职 军警一度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事件但未能成功 最终决定在二号早晨强攻餐厅 经过大约五个小时的激战 反恐特警发言人表示击毙六名枪手活捉一人 并救出了13名人质 遇罕人日大部分是日本及意大利人 而日本当局随后证实 除了一名获救的日本人 还有七名日本人下落不明 事发时这八名日本人在该餐厅用餐 过后大家个别行动避难 暂时还不清楚其他七名日本人是否平安 至于成功获救的日本男子 虽然受了伤 但没有生命危险 发生恐袭后 孟加拉总理哈希纳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重申反恐立场及决心 此外我国首相呢都是林纳吉 这起恐袭活动 强调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 恐怖主义在伊斯兰世界没有立足之地 外交部也证实 没有大马人涉及这起恐袭 NV7综合报道